来给我们甜性十项里面的 在那里领导全世界 我们的那个金牌的选手 去年 不是 上一届的金牌选手 所以他在后面追他 很难看 后来洋装馆一直一直 八千多 八千一八二二三四四四一二 到九千啊 打破九千啊 哇 那不只是 是大家都很 那些欧美国家很温足啊 以外啊 那个世界田总 田径总会啊 紧张啦 开玩笑 他已经打破九千分了 可是十项运动的那个计分啊 他的顶最高点啊 是一万分 他们是认为 他设定这一个一万分的时候 他就是认为说全世界没有人 能够打破这一万分的 所以他的那个最高点 是设定这一万分 可是眼看着这一个 这一个 亚洲来的这一个人 怎么搞的 一直破 一直破 眼看着一万分都快恐怕不够了 所以呢 赶快 赶快去什么 要去研究 要把这个计分的方式 再把它改过来 把它改过来 那还是一样以一万分为准 可是呢 他怎么样呢 他们趁这个机会啊 把这个山铁 标枪啊 铁柄啊 天球 这个山铁啊 把他的这个计分的比重给他加重 给他加重 为什么呢 因为杨铁柄喔 他十项里面有赢强身啊 赢七项 只有三项输给他 为什么 但是三铁嘛 因为呢 亚洲人喔 的身材 你 杨铁柄是一百 将近一百九十吧 一百九十这样 所以你很快 可是那个骨架还是没有 是欧美人那么大 所以这个三铁就比较吃亏了 十项里面 也只有这三项输给那个强身 赢强身赢七项 十行赢七行 绝大部分都赢了 那这个洋庄网队一出来 让这些欧美国家 大家没有面子啊 都没有面子啊 我们都是在洋庄网后面 在那边追啊 在那边赶啊 我们天津界都说 刮鸭啦 刮鸭啦 就赶鸭子啦 他就是你在后面啦 赶前面的啊 对不对 洋庄网是在前面的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积分的方式 把它修改变成三铁的比重加重 那对洋庄网就非常的吃亏了 所以从那个改了以后这个强身呢 他的分数啊 就可以跟洋庄网比上下 比上下 那 所以洋庄网 你看看他的有多厉害 能够把世界的这个整个田种的那个积分方式 为了他不得不把它更改 就是何等的伟大 你看看 所以他就一更改以后 所以才造成说 在那个1964嘛 1964的那个罗马奥运跟强身比赛嘛 最多的是万亚军嘛 他们洋庄网就会输给他了 输了几十分啊 四五十分吧 那 那个 他那个那个笑脸就跟那个强身讲了 对 你一千五啊 你平了你就死掉 你也要一定要把 跟洋庄网给他追 追在旁边 输他没关系 这样你就会赢了 结果洋庄网 我一直只剩下最后一千五的最后那一项 洋庄网死命的要把那个强身把他拉后 但是那个强身 他就拼了老命就一定跟着洋庄网 就是这样 就差那么一几步 差洋庄网 所以同样的也是洋庄网年七项 他只输三项 结果比分下来 反而是输掉了 就输掉了 各位也对 面对就可以知道 这个有多不公平的事 我要把这个事情要把它讲出来 当然事实上 洋庄网是有多厉害 有多伟大 除了这个以外 洋庄网 他不只是十项 一直打破世界几乎 最后我们 我们对这些年有兴趣的人 我们就一直在看 他会不会打破旧季分方式的 那个一万分 我们一直在看 一直在注意 几年以后 真的洋庄网就打破一万分 打破一万分 打破他那个季分的最上限 这个人实在是真的是 深不得测的人 除了这个以外 他还有一项 实在是也是很了不起的 一个成就 撑干跳 那个十项里面有一个撑干跳 人类第一个打破五公尺的 打破五公尺的 洋庄网 就是他打破的 实在很了不起 我就说 总监 谁教你的 他说谁教我的 我自己教我自己的 他没有人教 但是他又偷偷告诉我一个故事 记者一直问他说 是谁教你的 是谁教你的 怎么能够 人类第一个跳破五公尺 为什么是他 他是十项的 其中一项 他还能够打破世界纪录 他就讲我的教练 那是什么教练这样 那所有 到此就给他撑出来 某某教练教洋庄网 打破世界纪录的 撑干跳成绩 哇 这个教练马上就变成全美国最有名的教练 就觉得某个学校大学里面 我都在聘请这个教练 请他们去 请这个教练去到他们学校去做演讲 教怎么样 跳撑干跳 其实这个教练根本就不会教了 他根本不懂得撑干跳 是杨洞庄自己 他自己跟人家这样讲的 结果各学校都来聘 都有聘出来嘛 他来邀请他 结果他去找杨洞庄 哇你害我嘛 那到处都有人要找我去 大学里面去演讲 但是我又不会你也知道啊 那什么干嘛 我跟他的就是 他们两个讨论的结果就是 好啦 我去演讲的时候你一定要跟我去 这样子看 当然是交通时速你都要负责啊 那个教练要负责啊 哇那他就去就跟着他去 然后那个教练就是说 他说 这个我的学生杨洞庄 他打购世界纪录 打购公尺嘛 他最清楚 因为他自己本人他最清楚 我请他来来跟各位报告 做报告 然后他就赶快下载啦 好好去当听众 他叫杨洞庄再上来 再来请 这像这种事情喔 报纸上也不可能有啦 但是杨洞庄亲自跟我讲 我们 从此以后 每餐啊 只要杨洞庄就在 他在台湾的话 他就会在中 他一直都是住在左营嘛 他有一个房子叫做洋庄房公寓嘛 谁也不敢 谁也不可以去 他有没有在都不管喔 他一整年在美国 他那一整年那个房子都是空的啊 不敢动 他是总监嘛 永远的总监主 那他只要在的话 我就会去跟他一起吃饭 那我还教到我的会长喔 说 你要看喔 我不在的话 你们在 你一定要看杨洞庄房啊 他吃完饭了以后 那筷子放下来以后 你们马上要派人去 把他的那个餐盘啊 那些碗啊 什么 要拿去倒掉啊 不可以让杨洞庄房自己去倒喔 要不然你我就做啊 你这个礼拜不能回去喔 他就派那个职日生 吃完饭也不敢走 就一直看看看看 那家洞庄房啊 筷子放下来 以后他们赶快就去拿去那个 他应该得的啊 我认为这是应该得的 他从来也没有碰到这样子 因为我们公司的一种传途的关系 这个前辈虎辈 这个关系我们就是很严格的 所以他们大家都很乐意这样做 那杨洞庄房 他就是像 他这个五公尺的世界纪录 是五公尺零二 但是很可惜没有进入这个 这个世界纪录了 因为世界纪录要成立 还要开会 还要什么去调查 什么当时的工项啊 或是什么样去量啊 去调查 然后田总才决定说 世纪录是谁 是多少 这个海面完成以前说 又有人破掉了 其实几个钟头之后 就在其他的国家的比赛里面 又破掉了 好像是有破两部分 但是不管怎么样 第一个打破五公尺的那一个人 就是杨洞庄 他百分之一百的是台湾人 他是台湾人 这是杨洞庄 他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物 我是借这个机会 把他来在台湾的体育运动回顾里面 我来做一个 做一个 再让大家去 再去重新 再去回忆 我们曾经有这么伟大的一个运动员 那这个时间呢 我想我们再休息十分钟 休息十分钟 然后呢 我再来讲祭政 好不好 祭政他现在还在 他还活着 那如果是这样 是2007年过世 他在美国过世的肝癌 那么他在台北那个 禁兰教会办一个 最终是200位被药主席 我有参加 那祭政他 他身体很健康 他还在 等一下我们休息十分钟以后 再来讲祭政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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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